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另外一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戰勝病魔要抓準時機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治療疾病的關鍵點 好辣軍團有哪些錯過 治療時機的慘痛經驗呢 十班小路子林彥均 歡迎 大家好 其實很多治療都有它的黃金旗 像是我之前也有受傷 我騎車摔倒了 我摔得很嚴重 我整個臉都歐蹭這樣子 然後有很多的挫傷 還有失戀 悲慘喔 對 慘慘那時候 真的很可怕 他有PO網 然後我們那時候 他後期大概一個月 還出來跟我們工作的時候 我們就看他那個臉 其實那瘀青都還在臉上 紫色的 然後我的朋友 就趕快把我送去醫院 就是有一些破孔 然後醫生就問我說 那你要不要縫 我的那個概念想像 都是覺得說 縫了以後就會有那個疤痕 所以我就說 不要... 醫生就說 你不縫 可是那個傷口很大 而且他就這樣 開關 你確定你不縫嗎 他說比較好看耶 然後我就說 好啦 縫啦... 然後他說 那你要不要打麻藥 我就說 那... 你又不是混幫派 叫起來那麼好 還不打麻藥 因為他打麻藥 不是 因為他說 有的人對麻藥會過敏 所以那個傷口可能會有 就是腫起來還是怎麼樣的 我就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忍一下 你幫我縫過去 因為我不想要 所以你沒有麻藥 情況就縫了 因為我不知道我會不會 對他過敏啊 對 所以我就這樣 忍住這樣子 因為我... 縫了幾針 縫了... 我忘記了好像八針 在哪裡 在這裡 但他剛好是在那個 下巴邊緣 對 所以我要說的是 就是黃金期很重要 如果那時候我沒有縫的話 那傷口就很大 而且就是拆線之後 還要用那個美容膠 我就是貼那個貼了好 至少有半年這樣子 然後我上通告就是 醜醜的在這裡 可是... 現在不會啊 現在就是幾乎都看不太出來 這多久以前試一下 今年年初的時候 對 所以這麼快就恢復好 是今年年初嗎 去年 去年啦 他沒有摔傷 腦袋摔壞了 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如果發生這種事 就是哪管縫不縫 一好就好了 現在講究美觀 還幫你縫好 真的... 所以黃金時期 還有一種中風 那種 很可怕 你沒有掌握幾個小時 三個小時 這真的就很嚴重了 就嚴重了 腦子就會出現 但是我就不曉得 心肌梗塞哪有什麼黃金時期 好像很快 我跟你講 我一個朋友 就是以前在義工隊的朋友 四月份 我說要去看櫻花 因為他住京都 我就跟他臉 他說那你 你要不要一起來 我當導遊帶你去 玩玩 對 那我說我可能去東京 我不去京都 他就把花旗寫給我 說這次沒有來京都 下次再陪你這樣 隔十五天還二十天 他已經死在家裡了 為什麼 我也問他為什麼 心肌梗塞 你還問得到他喔 沒有 問他 你還問得到他 我問他 因為我們的義工的同事 就是都傳這惡號給我們 然後說怎麼回事 明明上個月才聯絡 對啊 他比我還年輕 他就是因為在家裡就倒下去 心肌梗塞 大部分是這樣 如果真的是急性心肌梗塞 是真的塞得很死的那種 那個的話 三分之一是幾分鐘內就會死掉 三分之一以上到一半 那剩下的這些沒有治療的話 你一個月內也會死 就是說你急性心肌梗塞 然後你就想說 我不是那三分之一 我還活著嘛 但是你沒有治療 你一個月內死亡率還有四成以上 所以你看我好幾個朋友 還有一個比我年輕的以前的隊長 比我還年輕很壯 他有一天也是這樣子的 可是他們這樣形容之後 他進去看到她的時候 他已經躺在地上 可是周邊都是藥 他要去哪兒要 旁邊沒人 結果來不及吃 所以他太太很後悔 就是沒有在旁邊這樣 上次還說有人在醫院 倒下來都不一定救得了 是 你知道嗎 所以心肌梗塞 還是有黃金期嗎 還是有黃金期 就是活下來那些 或者是他在你眼前猝死 我們可以先急救CPR 看能不能電回來嗎 有生命了之後 我們還有黃金期是90分鐘 是 我們來看看 關鍵時機抓對了 逆轉疾病 救你的命 來看 錯過治療黃金期 無藥可疑 讓你後悔莫及 是的 中風就是有 之前講的黃金三小時 其實不要說三小時 應該就是說你越早到醫院 你治療的機率越高 因為只要你腦部的血沒有到 腦細胞就開始死亡 一分鐘是幾百萬個 真的 才一分鐘幾百萬上下 可是你怎麼察覺 你是中風跡象 其實簡單來講 我們之前一直講的是FAST 就是我們講臉歪 然後手沒力 講話大舌頭 或者我們講台語講的 臉歪手軟 講話大字 T是什麼 就是你要記得時間 你今天發生的 因為這個先知道後面 我們什麼時候 要幫你做什麼處理 然後另外一個T有兩個 第二個就是T什麼 就是打電話 記得打119 119才知道說 送到哪一家醫院 可以幫你打血栓溶解的藥物 之前都會講黃金三小時 其實現在我們可以 靜脈血栓溶解 可以打到4.5個小時 可是你不要以為4.5個小時 那我就拖到3個小時 真的沒改善再去 你越早去的話其實越好 4.5個小時 它是效果還OK 可是它的效果一定沒有3小時 或是1個小時之內打進去 那麼的理想 因為後面你越晚打的話 其實比如說你出血的風險 等等那些 相對還是會越來越高 另外一個其實前期 我們就開始做 就是動脈曲栓 就是類似做心導管的方法 管子 放到你塞住的血管 直接把那個血栓把它抽出來 越早到的話 我們越能夠處理的方法 就有可能完全恢復 對不對 對 真的可以完全恢復 我舉個前一陣子的例子 一個老師上課 你知道學生現在不好管對不對 開始 很激動的地方的時候 突然倒下去 不能講話半邊不能動 學生全部都挖 全部都安靜了 就馬上就跑去找那個什麼 老師 其他老師 來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弄了一陣子之後 就送119 送到醫院之後 發現 最好電腦有端程 發現它應該是一個 梗塞性的中風 就是血管塞住 可是 它因為在那邊 想了一下拖了一下 又才叫救護車 其實去到那家醫院的時候 其實有點延遲了一些些 他們就直接跟我們聯絡 可以有辦法做 就從一家醫院 轉到我們醫院 來做動脈取栓 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 大概四個多塊五個小時的左右 把那個血栓整條 把它抽出來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那個老師就 完全恢復 可以出院了 完全恢復喔 而且那時候查房的時候 看到他學生寫給他的 老師祝你早日康復 我就問老師說 這個當然還是有一些病人來不及的 來不及還是佔了絕大部分 以在我們醫院來講 可以接受到 血栓經脈注射那個溶解病人 佔了我們所有中風 梗塞性中風病人 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這麼少 超少 可是我們的比率算是 算是還滿高的 跟前幾年大概只有2%到3% 可是透過這個節目 不斷地宣傳 其實大家對有一個概念 就是去到那邊 以前我們要解釋很多說 為什麼要打這個藥 這個好處壞處等等那些 現在有些病人來到那邊 我知道 我知道要幫我打那個藥 快點幫我打 我聽過了 快點打 那個什麼出血風險 我都了解 先打了再說 反正溝通的時間 反而就真的是變短 所以我覺得常常聽醫師好大 其實真的是可以縮短 我們那個門口到打針那個打藥 我們講D to end的那個時間 那如果他有中風跟高危險 那或是否藥其實帶在身上 一打他就 其實因為中風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梗塞性 一種是出血性 我們能夠處理的 剛剛打那個乳酸溶解 或者機械乳酸那種 都是阻塞性的 出血性它另外一個就是 有可能需要開刀 或者觀察等等那些 是完全不一樣 中風這種都是 比起心臟真的是拖累很多 中風這種失能 是台灣成年人第一名 而且中風完之後 還有一個更恐怖的 大家就是記憶力會變差 普通的阿滋海默 你早期認知 早期發現它是一個 失智症的表現 早期投藥 可以降低 延緩他失能的時間 其實真的碰過一個年輕人 是二十來歲 臉面神經麻痺 一來的時候 眼睛就閉不起來 一直流眼淚 眼睛紅紅的 他說流口水 我說多久 他說 兩三個禮拜 他說 為什麼不來看 他說覺得還好 又忙 就沒時間來 早點來的話 我們可以用人類固醇 讓他的發炎反應 快點下降 而且用點高單位的B群 還是會建議他去做復健 按摩等等那一些 其實七成人都 大部分都OK 都會恢復 都會恢復 剩下那15%就一半一半 通常年輕人 如果是OK的話 他一個禮拜左右 大部分都會有改善 為什麼會延面神經麻痺 感冒熬夜抵抗力差 或者我們講病毒感染 我們講特別是年紀大的人 恢復會比較差 或者糖尿病等等那些 恢復比較少 可是我想不懂為什麼會拖 因為你照鏡子刷牙 你就是不好看的嘛 對啊 這麼難看 你還不去治療 沒錯 而且感覺就是很嚴重 對啊 你剛剛講到說 疾病治療有黃金綫 事實上生小孩也有黃金綫 其實要注意 那尤其像我們在不孕症的 這個治療當中 反倒是通常是 治療完以後 希望你趕快懷孕 因為有些疾病 像譬如說 男生最常見的 金索靜脈曲張 你如果去做那個 所謂的結紮手術以後 讓那個血管結紮以後 那那個精液的改善 通常也是 如果你這一半年到一年 沒有把握 它又恢復原來的情況 那不孕的問題 就會越來越嚴重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像女生 最常見的 像不孕的問題 就是子宮內膜異味症 巧克力囊腫這個部分 那因為它是長在卵巢上面 所以當我們每次手術以後 雖然它把你的身體狀況改善 可是相對於卵巢的功能 就會減低一部分 那我們常常會建議病人說 在手術完 那藥物治療完以後 要趕快努力 繼續做人 趕快懷孕這樣 那我就有個病人 他是當時來的時候 是兩側巧克力兩種 滿嚴重的 那我們就是手術完以後 也給他用藥物治療六個月 然後就希望說 他趕快努力做人 事實上我們跟他提的是 希望說 他可以考慮 直接做四款嬰兒 結果他就說 好 我回去考慮一下 就不見了 大概兩年後 他說肚子痛我又來了 我當時又跟你講 這個五年內的腹化機會 有百分之九十耶 他說 醫生 我怎麼沒有聽到那句話 他就聽到 他就聽到好了 好了 他就走了這樣 然後後來回來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說 那接下來可能 還要再做二次的手術 那這次手術完以後 接下來就是 因為我們就建議他做四款 在營卵的時候 那個卵巢功能就非常的差 人家如果正常 在這個三十五到四十歲 這個婦女 我們營卵大概可以十顆卵 他永遠就只有一顆或兩顆 這樣 所以那個功能就整個走下坡 那所以 到現在還在努力說 想要生小孩這樣 辛苦喔 有一些疾病 如果你拖了時間的話 它可能是會造成身體的障礙 造成自己心裡覺得遺憾 但是有一些疾病 你如果拖了久了的話 你可能會嚴重的到死亡的階段 那就是造成別人的遺憾 那之前我有遇過一個 大概是七十歲左右的男性 那他其實有一陣子 他就開始覺得說 他的左邊的這個下腹 有一點隱隱作痛 但是因為可能不是到一個 很嚴重的狀況 所以他就是一直沒有就醫 後來某一個星期天 他就發現他這個肚子 真的是突然間 大痛 是痛到沒有辦法忍受的那一種大痛 然後從那一次大痛之後 他的整個肚子就像 就像木板一樣 就是很硬 然後摸也摸不得 但是因為他可能個人的因素吧 所以他他並沒有去就醫 然後接下來到了星期三 他家人發現不對勁 他覺得他完全沒有精神 甚至連講話都有一點錯亂 所以才趕快把他送到急診去 像他這樣肚子的這種板狀硬的 這一種真相 其實我們是腹膜炎的一個真相 就是說他會有一些反彈痛 然後肚子非常硬的這樣的情形 做電腦斷層的時候就發現 在他的肚子裡面 看起來就像是 有某一個腸子破裂的地方 然後從那個洞裡面 然後所有的腸液還有糞便 全部都流到腹腸裡面去 那仔細再去找 發現應該是在降結腸的那個地方 懷疑可能是有氣勢炎的破裂 所以就立刻安排手術進去 然後把他的肚子 裡面的那些腸液 糞便 全部都進行清洗跟引流 那最後這個病人 他的敗血症還是非常的嚴重 因為他已經拖很久了 他住在家戶病房的時候 生壓劑都是用到最高的劑量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 把他的這個血壓 把他拉到一個合理的範圍 然後最後他的腹膜炎 甚至延伸到後腹腔 然後導致他背部的肌肉 以及皮膚整個 短短的從他星期天就診 然後星期三 好嚴重喔 其實如果說 如果你發現你的身體 尤其是譬如說體腔內 譬如說不管是腹腔還是胸腔 有那一種超過你平常想像的 或者是你不曾經歷過的疼痛 一定要馬上就醫 就算真的沒有什麼問題 那也是由醫師來宣告 你沒有問題 千萬不能夠掉以輕心 其實很多中風病人 都是這個樣子 他第一次中風完之後 三高找到了 有在吃藥 第二次發生中風的時候 你問他說 你知道你自己那個症狀 是在中風嗎 他說知道啊 你為什麼不來 他說如果想說 最近我血糖血壓 對我控制住 我都有在吃藥預防 所以我想說 應該沒有那麼衰吧 又再一次 對啊 因為其實每個人 就覺得中風貼在這邊 什麼不好 所以他們想說 我可以 這個可能是頭暈 這個什麼 腰痠背痛 睡不好 等等那一些 希望找別的理由 觀察 觀察 真的不好 或者旁邊的人覺得 這不行 這個真的要去的時候 你就黃金三小時 四個半小時 就四個半小時 六個小時 都不夠他花 對啊 其實滿多人的觀念 他都不做身體檢查 他的理由是說 一旦你發現的話 心情不好 如果你快樂的話 就不會生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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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說話也不能說 我詛咒他生病 對 他先要去檢查 對不對 因為每一年每一年 每下一刻的時間 你身體變化就是不一樣 沒錯 像我的小孩就是在 一歲左右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他在洗澡 或者是擦乳液的時候 他很抗拒身體的接觸 就是甚至有些部位 觸碰到他 他就會整個就是很抗拒 然後很生氣 那我就想說還小 就觀察看看 可是大概到兩歲之後 就發現說 他除了肢體上面的接觸之外 他可能跟陌生人 有眼神上面的接觸 他也不行 然後甚至說 比如說像電梯 那種狹小的空間 裡面只要有陌生人 他都不能接受 他就會變得很害怕 然後很恐懼 然後我就上網看一些專家 就是說這有可能是 觸覺敏感 那因為觸覺敏感 他的就是小朋友 他的觸覺 會比別人高十倍 甚至百倍千倍 所以如果不早點治療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我輕輕摸你一下 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是推我 或者是打我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看網路上面寫說 三歲之前是黃金治療期 我小孩已經兩歲多了怎麼辦 來得及 對就趕快就是送去醫院 就是做評估 然後評估下來 確定就是觸覺敏感 就開始上治療科 那他到醫院看到醫師 也會一直叫嗎 不會 那些職能治療師跟醫生都很厲害 就是我原本都會怕說 他們要做檢測什麼 會不會沒有辦法 就是好好配合 但是他們都還滿有辦法 是 專門針對這個 對 就是很配合 然後上了一段時間之後 現在真的改善很多 可是他現在到四歲 我們都還是持續在上治療科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的手指去摸到我的手 或者說微風輕輕撫到我的手 我的感覺就是輕微的 可是觸覺敏感的孩子 他會放大十倍 甚至放大百倍 所以有個人輕輕地碰你一下 你就覺得 你打我幹嘛 或者說這些孩子 他們會看到草地不大敢去採 因為他會覺得 那個採的感覺很像真刺 無尊 無尊就不敢採土 無尊就不敢 不是 草都不敢採土 對 對 看到海灘的沙子 他也不敢去採 甚至於還有一個可以觀察的 衣服的標籤 人家穿衣服有個標籤在那裡 很合理很正常 但他就說媽媽你要幫我剪掉 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這些孩子 的確急早來幫忙他做一些矯正 那個包括爸爸媽媽很愛撫 撫摸他 抱他 然後再加上說 洗澡的時候各種嘗試皮膚的接觸 慢慢的都可以矯正回來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六歲的男生 那時候他帶來給我診所的時候 已經發燒三天了 那我幫他做了一個流感的快速篩檢 發現不是流感 那我又幫他做了一個 練球菌的檢驗 發現他真的是練球菌 那其實看媽媽的表情 他就覺得說 找到練球菌 就應該鬆了一口氣 我就說媽媽 這個是練球菌感染 細菌感染 你就要吃抗生素 然後而且請你吃滿十天 要再回診追蹤 那我看到媽媽要離開之前的表情 他說抗生素菌一定要吃 他就是一直不願意 一聽到這個藥物就覺得說 這藥物好像比起那個疾病 更會害死我的孩子 他一直不斷地在問這句話 我就告訴他說 一定要吃 而且你要吃滿十天 後來我叫他回診 十天後沒有回診 但是三個禮拜後他回來了 我就說媽媽 那上次發燒 他說醫生 上面那沒事了 沒事了 這一次是新的 他這幾天覺得很疲倦 很累 然後他覺得說吃東西也吃不下 而且他有發燒 那我在檢查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對勁了 因為三個禮拜前 我聽他的心臟沒有心雜音 三個禮拜後我聽他心臟 是有心雜音的 我就覺得這怎麼會影響到心臟呢 我就趕快問他三個禮拜前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吃藥 媽媽說 他回到家 再觀察兩天 那兩天還是燒 他就說陳醫師說要吃了 他吃要吃兩天 就不吃了 孩子退燒了 他就沒有完整吃完十天 所以這孩子的疾病是 風濕性心臟病 對 主要是因為三個禮拜前的細菌感染 沒有完整治療 來引起他的二間半必所不全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他的心臟疾病 吃要吃了三個月 那那個二間半必所不全 要追蹤一輩子 一小失大 對 人生最怕就活來後悔 真的 為什麼當初要怎樣 當初要怎樣 跟著你一輩子 對啊 那我們急性心肌梗塞的話 黃金治療期是 那這個90分鐘是指 病人從踏進門了之後 到做心導管 然後把血管打通90分鐘 其實對我們急診醫生來說 這個很OK 尤其我們像我們醫院 我們心臟科非常強 所以我們這個都 時間都掌握得很好 其實我們反而比起中風 我們覺得中風 處理中風的時候 壓力比較大 因為通常中風的黃金時期 是三小時對不對 三小時是從 所以很多病人就在那邊拖 覺得可能會好 只是一下子怪怪的 然後或者是做些偏方的時候 每次來到醫院的時候 他可能只有給我們 剩下20分鐘或10分鐘 那這個我們醫 醫護人的壓力就很大 因為趕不上 通常怎麼弄都趕不上 因為他們要做電腦斷層什麼的 可是急性心肌可能是在90分鐘 其實急診醫護人員很有經驗 這個很好抓 那有一次就有一個50歲的男生來 他就說 而且他在門口就已經說 我是心肌梗塞 我們覺得很有腎子 然後我們就是配合他的步調 拉進來 真的是急性心肌梗塞 然後那時候就趕快換衣服 除毛 然後心臟科下來 準備做導管 根本還不到10分鐘 那時候我們覺得很OK 可以說 為什麼 對 我就說 你知道有一半以上的人 像你的狀況是 根本來不了醫院 就已經死在路上了 對 你這個還可以救起來對不對 對 你這個還可以救起來 然後而且你不治療的話 你後面還有死亡率喔 就他說我不要 太可怕了 而且我現在好好的啊 我還活著 然後就我們就這樣 那就二話不說 先把他打陰在頭 那個真的 真的 對 我們也很想這麼做 但是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而且這是一個大手術 那這個手術有沒有風險 還是有啊 對 所以那時候就是 請他的家人啊 什麼什麼來 前前後後這樣子弄了 超過三 已經超過90分鐘 已經超過三小時了 結果他就是不要就是不要 那我們就簽了很多什麼 你不要這個 你不要那個幾點幾分 你不要什麼什麼 我們一直都在做這件事情 結果最後他就說 那我要住院啊 我說你要住院 可是你不要我們做 他說 我就說 然後你已經不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你現在要我們對你的負責 你未來就是心臟衰竭啊 結果後來他覺得很不開心 他就說我要回家了 結果他就真的走了 然後他其實胸口還是有點不舒服 就真的走 兩個禮拜 一一九送回來 黑的 然後 然後那時候在做心電圖 還有第二次急性心理梗塞 然後整個心臟是衰竭的 因為他那個血管沒有去打通 我們照顧那個血管照顧的那個區塊心臟 會壞死 慢慢就他就不會動了 所以我們心臟就沒有辦法做正常的收縮 上次是這一區 下次是這一區 所以他心臟幾乎是要換心的功能了 很差很差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幫他插管 然後我們還是送心導管 但是心導管說這沒辦法了 這個要等換心 因為你即使做繞道手術也救不回來 已經過那個黃金期了 對 所以這個病人後面的死亡率非常非常高 天啊 那其實中風跟心肌梗塞 差不多到底 就是你血栓打到哪裡 對不對 對 你打到心臟就心肌梗塞了 對 你打到眼中風 對 打到腸子 打到腸子 腸 腸子中風 對 中風 來 第二 把握傷口癒合黃金期 愛美不用怕留疤 我們身體還滿奧妙的 就是有些人他就是 比較容易會有長這種疤痕組織 有些人就比較不會 那還有一個跟我們的位置有關 像我們女生很多自然產 都會剪那個蕙蕙 事實上蕙蕙的傷口 很少很少會長疤痕組織 那可能跟他的那個 因為我們腳可能很少是開開的 一般都會合起來 所以他的張力可能比較小 就比較不會長 那也是一樣這樣 另外一種生產的方式 剖木產 那以前傳統的醫生 都是會開直的 可是直的開下去以後 就是說下腹那邊 都很容易長疤痕組織都很醜 那尤其是說有的是 這樣子的情況 就會影響到美觀 而且有的人像夏天到了 那個天氣的 他就會癢 他會疤痕 或者說蟹組織 什麼時候會容易癢 所以現在我們的開刀的方式 就會改成痕的 就沿著這個皮膚的皺褶的部分 去開 那這樣可以減少一些疤痕組織 那蟹組織當然怎麼辦 他會一條不夠 對啊 所以就 有的人會很癢 然後 那當然另外一個 是跟我們在手術醫生的 這種方式有關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在手術當中 我們現在有什麼叫 電燒止血 那如果說因為初學 一直用電燒的話 那個下面的組織 就容易說因為電燒以後 那造成那些組織就容易 以後容易長成疤痕組織 也有關係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縫的時候 那個密合度 有的人就說 以前我們常常看到那個 老教授 就三針就結束了 就縫得很漂亮這樣 可是事實上裡面 沒有縫得很緊密的話 以後還是容易會長這些疤痕組織 剛剛講到說 開完刀以後的照顧也滿重要 像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貼那個紫膠帶 美容膠帶 美容膠帶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保持那個張力 因為我們有時候 我們肌膚會動 皮膚會動 那它會拉扯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把它貼住的話 這邊會比較密合 就是張力 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 是傷口的保濕 除了說可以用一般的 這種膠帶去貼以外 最好還是可以用那個 像那個矽膠片 因為矽膠片 它除了讓你的張力 可以維持住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的傷口的水分 才不會一直蒸發 因為我們傷口的 保持濕潤水分的話 它的復原會比較快 但是如果說 你一直在蒸發的話 相對的就是說 它的組織就會一直反應 所以像有些人 譬如說什麼燙傷 什麼也是一樣 像現在我們都會很建議 就是像那 就是保持它傷口的濕潤 不然它會一直 分泌那些液體 那之後的話 就會開始會結痂疤痕 那之後那個顏色 會退得也會比較慢 對 既然講到這個矽膠片 好像越來越多人 就是對於這個疤痕 越來越注重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有 蟹足腫的體質 那事實上蟹足腫 在形成的這個過程 其實跟我們一般的 就是疤痕的這個癒合 其實是稍微有一點不一樣的 它這個蟹足腫 它會長超過你這個疤痕原本 譬如說它本來是一條直線 但是它就會長得 就是往旁邊這樣子 一直擴展的這一種 這種叫做蟹足腫 那如果它你的疤痕突起來 但是它沒有就是往旁邊 一直擴展的話 這個叫做肥厚性疤痕 所以其實這個在治療上面 其實對於我們整形外科而言 會稍微概念有點不太一樣 那因為這個 大家注意疤痕 所以就開始會去買矽膠片 或者是用除疤凝膠 事實上除疤凝膠 它並沒有辦法 把疤痕整個都除去 它只是去做一個淡化 然後甚至讓你的疤痕 長得比較不會那麼凸起 基本上你還是有可能 會去看到這個疤痕 那之前我遇到的一個 是有一個國小女生 然後她是在 她是跌倒 然後因為地上很髒 然後所以我們在 幫它進行縫合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辦法使用肉線 我們還是盡量要使用那種 要拆的那一種 不可吸收的尼龍線 這樣子才有機會 讓傷口裡面的一些 髒東西分泌物 就是慢慢的 就是讓它分泌出來 才不會造成後續傷口的感染 然後我們也開了抗生素藥膏 然後跟媽媽叮嚀說 這個抗生素藥膏 每天要差至少兩次 那如果再額外 如果又弄髒傷口的話 那還是要再重新再換藥 然後再用抗生素藥膏 七天之後 理論上應該是 到了拆線的時刻了 結果媽媽把這個 小女孩帶回來的時候 發現她整個傷口都沒有癒合 然後並且就是旁邊 看起來就紅紅種種的 感覺已經有一點要 變成蜂窩性組織點的狀況了 這個在小孩子幾乎不太會出現 因為其實尤其是在臉上的傷口 臉部的血流非常的豐富 癒合力應該要很好的 然後結果我後來 我看我在清她的傷口的時候 我看她那個上面的藥膏 就有點不太對勁 我就說 妳這個藥膏 是我們開給妳的藥膏嗎 然後媽媽說不是 因為她怕會流疤 所以她就去給她用這個 除疤凝膠 然後就去給她塗 事實上除疤凝膠 或者是細膠片 都只有在 所以她是在她過程當中 所以她是從一開始 她就沒有用抗生素藥膏 她一開始她就拿這個 除疤凝膠去塗 她認為這樣子就可以除疤 除疤凝膠裡面的成分 其實跟...其實就是細膠 第一個它裡面 並沒有加抗生素 所以你沒有去抵抗細菌的功能 再來就是她可能會把 就是那種比較髒的傷口 裡面有分泌物的傷口 她會把髒東西封在裡面 所以那些髒東西 沒有辦法出來的時候 她就只好淤積在裡面 造成局部組織的進一步的發炎 所以就是 這就是一個想要愛美 結果反而變得更醜的案例 尤其是她的這個發炎過後的 這些組織都會色素沉澱 所以反而一條看起來 理論上應該要癒合非常好的傷口 就變成一條就是粗粗的 然後看起來還色素沉澱的傷口 在臉上非常明顯 另外一個是 我有一次在看門診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概二十幾歲的男性 然後我一看她 她就是身上就包了非常多的紗布 她大概兩個禮拜前燙傷 然後我請她就是把所有的紗布 我們都拿掉之後 大概有全身體表面積大概有10%左右 這個是算是一個中等程度的燙傷 其實這是符合住院的條件的 結果她說她媽媽也是對醫院 有一些排斥 所以她就去就是有一些診所 她會標榜說 她有那種她自製的藥膏 然後可以有很好的癒合力 然後每一次你看她們那個就是藥膏 都非常的黏 然後上面各種五顏六色 螢光 螢光粉 螢光橘 然後你要去把它從傷口上清掉 也非常的難清 我們把它傷口清掉之後就發現 其實它很多 應該本來要癒合好的地方 全部都沒有癒合好 全部都看起來有點爛爛的 也是發展到有點像蜂窩性組織炎 最後本來應該不用補皮的 不用 可能也不太需要去 進行手術輕創的傷口 最後就變得全部都要補皮 然後全部都要手術輕創 然後整個療程 又再延期了一個月才好 那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之前也是有燙傷 我頭髮比較長的時候 我自己在家裡偷 就是捲頭髮 然後就會覺得說 女孩子把捲頭髮 就是已經駕輕就熟了 所以我就 然後去拿頭髮 然後要去拿那個牛奶 你知道嗎 在這邊捲 然後去拿牛奶 所以這個位置是 而且這裡是最嫩的 對啊 很厚 然後一拿起來 就是五十元硬幣這樣 立刻其實就是大概 二十分鐘內 它就起了一個很大的水 因為它其實就滿嚴重的 衝脫 然後衝脫後再手 很痛 非常痛 那那時候真的就是害怕流疤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我哥哥說 我被燙了一個 我覺得好嚴重 我哥哥就說我這裡有那個 人工皮 跟很好的除芭蕉 他就晚上拿給我 拿給我之後 我就非常勤快 我就每天就是貼人工皮 然後每天就是很勤快 要拿起來換藥 因為怕流疤嘛 就除芭蕉膏 就一直很勤快的塗 結果大概過了一兩個禮拜 我那一塊啊 因為水泡破了 對 然後原本大概就五十元硬幣 就之後他就打開來看 就會覺得他為什麼 越來越大 五十要賺價 賺價便宜 一百塊 賺錢的除芭蕉膏 他就是旁邊就是越來越紅 然後也是就是像說 傷口就變爛爛的 然後就那個也是一直會流液體出來 我就也還是沒看醫生 我就問了一下就是 皮膚科醫生的朋友 就是 對 我先接了吧 我這邊這樣子 我還拍照趕快看 他就說 你知道好像發炎了 趕快去藥局買個消炎藥 然後你不要再擦除芭蕉膏 你先讓傷口先癒合之後再擦 結果我就說 好吧 所以我就吃了消炎藥 然後就讓它癒合之後 我才使用那個人工品 除芭蕉膏那些 一年囉 還是傷口在這兒 都沒有好 都沒有好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這樣一年其實是會好的 對 這樣子的大小是會好的 但就是因為我可能過了那黃金期 然後還讓它二度感染吧 其實第一件事情 就是燙傷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沖 為什麼一定要沖 我們燙傷有分從一度到三度 如果你本來是一度的 你沒有沖 它可能變二度 因為它的熱量 就會一直聚積在你的組織裡面 那你本來二度的 可能就變成三度 那二度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期 其實從一度到潛二度 這一段時間 你可能都是不需要手術的 你傷口慢慢換藥 可能皮就長上來了 但是你從深二度到三度的話 你就要手術 甚至要補皮等等 所以後續就很麻煩 所以沖一定是最重要的 我冰敷 我直接冰敷 冰敷是不好的做法 是啊 一定要在流動的冷水下沖 因為冰敷有時候反而你會凍傷 因為你被燙傷的那個皮膚 它的感覺的神經已經有點失調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判斷 它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一定是流動的 二十度C左右的冷水 然後去沖十到十五分鐘 我也是 那個介紹那個吹那個 那個熱玻璃 前端很燙 我還戴手套 那戴一千度吧 結果我是滑滑滑到前端 手套拿到起來黏的呢 最快冰塊 還要入下一段 可是我就這樣冰得很舒服啊 可是拿開就 要一直冰著啊 對 所以它熱度是沒辦法散掉的 它熱度沒有辦法散掉 而且甚至它會把這個熱度 繼續就是跟住在裡面 鎖住在裡面 跟它裡面往你的鎖住 鎖住湯汁啦 就像炸冰淇淋的意思一樣 你炸冰淇淋 冰淇淋在裡面還是冰的 可是你外面已經炸熟 那像水煮蛋也是一樣 我們煮了一個水煮蛋 我們大概五分鐘把它拿出來之後 你放在室溫 它蛋黃還是會熟 因為你沒有沖 可是你如果給它沖冷水 你就可以吃到半軟的蛋黃 對 就是要沖 一定要沖 所以你如果那時候 你拖了二十分鐘 它不是長水泡嗎 你再一開始沖的話 它可能就不會到水泡 水泡就是比較深的二度了 事實上掌握黃金其實很重要 但是過度掌握 或太早去用也不好 像我之前也有病人就是說 他會覺得說 我們通常剖腹產完以後 一週就會請他回來看傷口 那傷口就是說 這個傷口已經OK了 我們才會給他換那個 剛剛提到說人工比較 再請他貼那個矽膠片 才可以開始貼 你太早貼也不行 那也有的病人就這樣 他就說 這看起來傷口還不錯 結果他就貼了大概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他就不貼了這樣 那等到第二胎回來以後 我說你這個傷口怎麼 然後他就說 傷口照顧有 那可是他就是 剛剛時間太短了 就說不到一個月 他就沒有再貼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這樣子第一個 你都不會癢不舒服嗎 他就說還好 他說可是我看來 因為一個人 我的刀怎麼可能 把你開成這樣子呢 所以第二胎的時候 就把他那個疤修掉 那就堅持告訴他說 你現在開始認真幫我貼 然後我會請我們護理師 每兩週都會打電話去追蹤你 有沒有認真 好嚴格喔 最少要貼多久啊 建議要六個月 六個月的時間 對 因為像我本身是模特兒 然後因為我很在意去 譬如說傷口如果受傷的話 會瘤疤什麼 可是有一次我大學騎機車 我會騎一騎太累 我就睡著了 為什麼 對 我都睡著了 然後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就 就是我已經在救護車上面 然後我就 沒有 我就醒來 然後到救護車要醒 因為其實 但我覺得不幸中 大概是我沒有什麼 就是什麼內傷什麼 什麼人家什麼 比如說有的人如果 車禍可能頭還怎樣 對 我都沒有 就是皮肉傷 對 腳跟那個大腿這邊 有很大的傷口 然後因為醫院就是 一定是幫你 鹹水沖沖 然後貼完你就可以回家 然後回家的時候 隔天我媽要幫我換傷口 然後我媽就洗 因為我媽說 妳一定要洗乾淨 不然妳一定會發炎 結果我媽就一直洗 可是我媽要拿 因為棉花棒一直戳 我就覺得很痛 我媽就在那邊戳 我說妳不要再戳了 我說很痛 然後我媽就說 不行 妳看妳那麼黑 洗乾淨 她說怎麼那麼黑 我說怎麼可能 我一看這一片非常黑 我媽就說怎麼辦 洗不乾淨 不然我們就是回醫院再回診 我說好 然後我說我回去回診 醫生說 妳這個是 對 就是焦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說已經是焦黑了 然後黏住 不是說一般我們傷口如果 就是如果你戳傷 是不是皮是掀開 薄薄的 它不是 它是黏住了 她就說你希望它就是變漂亮的話 那怎麼除掉 一定要割掉 可是很大的一片 因為那超大片 她說你全部割掉 然後就是重新再讓它修復 然後我就說 不要 我說你痛 我說現在就已經很痛 走路都痛 我說你再割掉我可能會死掉 我說我不要 然後我就回家 我媽就說好 那不然我們去買什麼阿姨推薦 什麼什麼某某某產品的什麼 藥膏 然後我就說好 我就開始塗藥膏 然後擦擦擦 擦 皮有縮小 結果就發生一個悲劇 像剛剛朱醫師講的一個 我的傷口凸起來 對 然後每一次我只要出門 還是譬如說跟朋友 他們就說 可是我有去問雷射 然後雷射一直 我就問那個 就是也是整形外科 可是醫師說 沒辦法救 雷射也不行 他說好像沒救了 突起來就沒辦法救 他說沒救了 因為他就是這樣子 非常非常後悔 年輕人 切我說我不要切 年輕人 父母還講得聽 那不叫年輕人 對啊 來 第三 孕期產後保養美角度 當心不錯 恐傷身 這個事實上很多的媽媽 在懷孕的時候都會很擔心說 寶寶健康 媽媽的營養夠不夠 那我們常常在那個門診的時候 常常有媽媽就是會 譬如說產檢完後 那就拎了一袋 就說詹醫師你幫我看一下 維他命B群 鈣片 DHEA 葉酸 還有說其他的什麼軟鈴脂 還有什麼珍珠粉 就會 還有的 有的還拿燕窩來說 這些到底能不能吃 就滿多東西的 那事實上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現代人的營養 事實上是比較均衡 不像以前 就是說可能那麼不均衡 所以吃太多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的媽媽她會怕說 她體重 因為在懷孕初期 大概12週的時候 是吐得最厲害的時候 到14週以後 這個孕吐才會慢慢的改善 那有的媽媽就會說 我在初期懷孕的時候 體重都有下降 那接下來就是 會喝那個媽媽奶粉 那媽媽奶粉 事實上常常媽媽喝的結果就是 就媽媽的體重就會 會過度的那個 那一下子就會飆很高 那這個是在我們說 在運期當中 很多媽媽要去注意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那個 遇到那種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有媽媽說 家裡面能吃那個食補 到底我能不能吃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還是比較建議說 比較均衡的這種食物 就是說比較平淡 正常我們家裡面吃的 因為有時候 一些食補的東西 它都有一些 那到底那配方 對於小孩子 或者說對媽媽 有沒有什麼影響 我們就比較不知道 那還有一部分就是說 像我們中國人 產後都會坐月子 那在坐月子當中 有時候我們說 在初期的時候 像有酒 人生的東西是 所以這一段時間 要等到餓物量 開始減少以後 才可以吃這些 有酒的東西 或者說人生這種 進補的東西才可以吃 所以事實上就是說 每個階段 有適合它的食物 也有就是說 它要注意的一些 禁忌的部分 我自己遇到的困擾 是像我現在第二胎 然後我第一胎的時候 我初期沒有孕吐 所以我吃了很多 但我沒有另外補 因為我想說 我也不像以前人一樣 有在種田 還是什麼應該營養工 那我就沒有另外補 但是 我有個困擾是 到後期之後 我覺得就是好像 肚子大以後 會一直頂到位 然後就會一直每天都覺得 好撐好飽 然後我連水都喝不太下 我是醫生可能就說 你盡量可以多喝水 因為我的養水 可能是也偏少的 都還正常 可是就是偏少 可以多喝水 那不喝水就會 也有一個壞處 就是會 人家說 懷孕的時候容易便秘 然後我懷孕前 就容易便秘 就懷孕的時候 就更嚴重 因為可能吃也吃得 沒有那麼的均衡 就可能菜 好不然有一點點胃口 我就不想要吃什麼 青菜或什麼 我就是想要喝一杯蒸奶 或是一隻冰棒而已 然後 對 就可能營養 就真的沒有顧到 然後第一胎產後 我就 我就一直覺得 一定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的小孩就沒有吃飽 然後這一胎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就是認真 吃一些比較健康的東西 那殊不知我初期 就一樣又孕吐 所以就是也不能吃什麼 然後現在也是開始 就是會覺得很飽 那能吃的東西 有限的時候 我就會認真一點 上網查說 到底什麼樣的東西 可能吃了不會胖到媽媽 然後又是比較健康 然後就有一個白木耳影 我覺得很不錯耶 因為它有很多的膳食纖維 然後還有膠質 還有微量人數什麼的 所以而且重點是它有 這個廠商很厲害 是它有做你可以客製化的甜度 像我們去甜奶茶 不是有半糖或是少糖嗎 對 它也有無糖跟少糖 所以像我是喜歡甜的 我就可以選少糖的 孕婦不能吃太甜 因為認真學 我這胎 上胎有這胎沒有 所以可以偷吃一點應該是 我可以 就還是會想要吃一點甜的 你就可以選少糖的 那它也有無糖的可以選擇 那因為我是夏天要生 所以它好處是 我可以冰在冰箱 我可以當冷飲喝 那如果你是冬天要生的媽媽 你想要喝一點熱的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加熱 所以它可以喝熱的也可以 喝冷的也可以 那它就是全部都是人工手工煮的 然後加冰糖 那妳黑的那個是 它有很多口味 它超多口味 它很好喝 很像喝飲料 不像木耳 對 像鳳梨的 一般想像覺得白木耳飲 好像就會很無聊 就是那個味道 可是它又有 又有鳳梨 然後還有這個是那個 煮糖菊的 對 但它其實有更多的口味 可以選擇 所以就是夏天這樣 這膠質也不錯的 白木耳其實是很好的東西 我們早上都會自己煮 因為在家自己煮的話 糖可以控制 對 那你也可以拿無糖的來煮別的 譬如說加優格什麼 吃也都不錯 好好喝喔 那這個是在家自己吃 它也有出禮盒是 這個喝得出鳳梨的味道 對不對 對 所以 所以如果沒有鳳梨 你喝了以為是酸梅那種 就酸酸甜甜的 就很像飲料 因為很多人不愛喝母耳 對 然後又補創到膳食纖維 就不會上廁所上不出來 那你要送禮的話 它也有雪爾頓的一個禮盒 可以送我覺得 對 如果收到這個 它這個蠻開心的 對啊 對 白木耳又稱為平民的燕窩 或是叫素燕窩 那事實上在古代宮廷 是菲子他們拿來保養的一個聖品 那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個熱量低 第一個白木耳熱量低 同時它的營養價值是非常高的 還有十八種的氨基酸 尤其是一種的礦物質 而氨基酸跟礦物質 其實對於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 對於我們有體力 都是很有幫助的 另外還有兩個更重要的 就是我們平常喝白木耳 會覺得它有膠質 主要其實它不是膠原蛋白 它事實上是 那膳食纖維就是平常 我們蔬菜水果都吃不夠 那尤其孕期的時候 可能又會有些便命的狀況 那用這樣的方法 來補充膳食纖維很有幫助 它幫助我們腸胃道的蠕動 幫助我們穩定的血糖 那便便可以排除的時候 其實我們皮膚自然而然就會好 那多糖體呢 它本身也是對於我們的 所謂的免疫系統 很有幫助的一種營養素 那而且多糖體再加上纖維 再加上維他命C的話 它可以幫助我們自己 產生我們自己身體的膠原蛋白 所以白木耳它並不是膠原蛋白 但是它是讓我們有能力 去產生出自己的膠原蛋白 那但是在選擇白木耳的時候 要小心的是 平常房間我們可能 比較常吃到的 就選擇到的是 所謂的乾燥的白木耳 像這樣乾燥的白木耳 那乾燥的過程當中 其實要小心它有可能 乾燥的過程它的 它的營養素會流失 再來乾燥之後 它的顏色會變黃 所以有些商家 或許它會加一些漂白劑 加一些添加 維持顏色的白木耳 對 那事實上我們台灣 有很棒的有機的 新鮮的白木耳 它跟花一樣 聞起來是香的 所以用有機的 生鮮的白木耳 自己來煮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最保留 它裡面的營養的價值 同時它又是沒有那些 添加物的負擔在 我們曾經去採訪過 室內栽種白木耳 它是用那個太空包的 對 像這多還蠻講究的 對 很乾淨 產量也會多 後來它自己會長 對 這每個疾病 都有最佳治療的黃金石器 但要遵照醫師的指示 千萬不要弄巧成拙 自己判斷 就常常會弄巧成拙 傷口要照顧好 以免輕則留罷 重則感染惡化 對 大家都珍惜著自己的健康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